细语著作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第三册 知道对问道 细语问答 两个人忽然谁也不认识谁了 学生问 贾和乙聊起了未知的实相和平行世界 可能性实相等内容 聊起了一些过往的事情 以及一些看似生活中逃避的事情 后来乙感觉后背发凉 然后乙的一个小举动突然引起了贾的情绪强烈波动 然后贾突然冒出来一句 干什么 紧接着乙不认识贾了 贾的身形没有变 但是面孔突然变了 在贾的眼中 乙也不是那个面孔了 两个人都吓傻了 谁也不认识谁了 跑到户外后 比较短的时间内 贾恢复了正常 而已恢复回来比较慢 而且一直心有余悸 请问 他俩是同时穿越了平行时空吗 还是因为以积压的情绪 负面能量突然释放 影响了视觉 还是有所谓的附体能量突然闯入 还是为什么呢 谢谢 你的案例 仅仅通过这三言两语的描述 很难做出判断 之前告诉过大家 如何在镜子里看自己使用过的其他容貌 这个练习 我和我爱人也彼此相对地练习过 两人同时看着对方各种相貌的变化 是很有意思的体验 当然 我们俩彼此有心理预期 所以这个过程成为一种游戏式的体验 而你说的案例 其发生超出那两个参与者的逻辑预期 形成了剧烈的心灵冲击 而同时 两人的内在认知建设也很薄弱 负面的心理预期很强烈 导致过度的惊恐 错失了最好的深入探究的时机 细语资料发布平台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 请见图示细语社说明 免费下载路径 免费下载路径 的巨角 就是有意义的